2018年的世界杯已经圆满的画上了一个句号,国族虽然没有提及世界杯,但是却成为了晚众瞩目的焦点,可以说是受到了无数球迷网友的直指调侃,甚至网永破还被调侃成了白斩机,这也是很惭愧的。 无论是在节目中,还是在网络的平台上,国族受到了很多的非议,林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,世界羽毛球冠军,为中国拿下了无数的荣誉,在他的局列生涯中拿过60多块的金牌,无数国人的骄傲,在吐槽大会的这个节目上,冯小平作为主卡,成为了许多林丹调侃吐槽的对象,林丹也是很有底气,毕竟人家是世界冠军。 林丹在节目中当众发飙,作为一名运动员要拿实力说话,我就想说很多的话,冯小平你就别说了。 这也是很尴尬,也是,冯小平与林丹完全没法比,林丹在现场,调侃的非常的狠,并且吐槽。 作为国族队长,踢的臭,拿得多,这也是引起了无数网友的争议,一万的网友瞬间都沸腾了,对于林丹的吐槽冯小平踢的臭,拿得多。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?欢迎留下你们的公典,图文来源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